大家好,歡迎收看 GameplayHK 又來到我們每月遊戲介紹的時候 10月尾就晚勝節,所以有不少恐怖遊戲推出 客餐飽之後就來到11月 喜歡我們遊戲介紹的記得按讚 以及分享給朋友支持我們 最重要是訂閱我們 GameplayHK YouTube Channel 一起來看看11月究竟有什麼好遊戲玩 第一款遊戲在11月2日推出 Conway Disappearance at Dahliaville 發售平台PS4、PS5、Xbox One、Xbox Series、Switch和PC 這款其實是偵探遊戲 八歲的小朋友夏洛特在Dahliaville 失蹤 主角Robert是一個退休偵探 他在自己家的窗戶觀察到他的鄰居 對他們產生了懷疑 所以就開始調查這件失蹤案背後的真相 在遊戲中我們需要探索這個小鎮 想問居民慢慢調查出這件事件的真相 一隻偵探遊戲看不看得懂故事 對調查是非常之重要的 而這遊戲就有中文字幕 大家看起來就舒服一點 如果喜歡偵探遊戲可以考慮一下這遊戲 到11月4日Switch上面就有一款移植作推出 槍彈辯駁三部曲合輯 加幸福槍彈辯駁S 超高中級的藍國窄式合宿 這個合輯裡面就包含了槍彈辯駁1、2和V3 一共三個遊戲在裡面 至於幸福槍彈辯駁S 其實就是將新槍彈辯駁V3裡面收錄的 大富翁小遊戲強化之後搬過來 留言下4個遊戲都可以獨立買數位版 不過如果分開買就要500多元才可以買 大家買合輯的話只要378元 如果對這個系列有興趣的話 我自己就覺得買實體版比較好 因為還有預購特典 裡面就有一套4張PVC材質的珍藏角色套卡組 又便宜一點又有東西送 沒理由不買實體版 你會在玩嗎 Just Dance 2022會在11月4日推出 發售平台PS4、PS5、Xbox One、Xbox Series、Switch和Stadia 今年就找來Torchic Hall 改編了他手Nels Hair Hip Hills的新版本 總共是收錄了40首新歌在今年的遊戲裡面 加上有揮灑汗水和合作等經典的模式給大家去玩 去年的Just Dance大家跳驗了沒有 我們未來11月有沒有興趣跳新歌 11月5日 今天又可以體驗以二次世界大戰作為背景的全新故事 Call of Duty Vanguard 發售平台組為PS4、PS5、Xbox One、Xbox Series和PC 官方表示今次的故事就會圍繞扭轉全球局勢的戰鬥作為創作概念 為我們帶來完全不同聚事觀點的劇情 今集我們就會作為第一特顯隊的新成員 在被命名為鳳凰行動的東西被秘密偷運出德國之前 潛入俗心國的U-TEN設施去獲取情報 我們的隊伍一共有5個不同的成員 各自的專長分別就是爆炸品專家 盧卡斯 戰鬥機的機師韋德 追擊手波利娜 李查德應該就是一個全能型的角色 相對來說就是沒什麼特場 還有一個叫做阿塞的散兵 除了故事模式外還有很多不同玩法 例如冠軍之嶺模式回歸 裡面就會有2V2又或者3V3的形式組成小隊 以循環賽的玩法和其他7個小隊一較高下 每場戰鬥都是1分鐘時間之內完成 大家就一定要很熟悉地圖才會玩得厲害 還有一個喪屍模式 玩家踏入黑暗月泰傳送門之後 就會去到2戰戰況最激烈的史德林格勒 在裡面就要對抗源源不絕的喪屍 當我們拿到戰利品獻祭心臟 再放去盟約聖壇之後就可以給到我們不同的能力 有玩過前作喪屍模式的玩家都說這個玩法非常刺激好玩 一隻遊戲有幾個不同的玩法 看起來又好像很吸引 在這一天機動戰士高達激戰任務代號妖精會在PS4、PS5平台推出 這遊戲就是免費遊戲機動戰士高達激戰任務2的單機故事遊戲 沿用同一個操作系統 所以如果大家有玩開激戰任務2一定很容易上手 比起GVG機體移動速度就慢很多 但是就充滿真實的機械感 所以我也蠻喜歡玩這遊戲 而這次故事就設定在0079一連戰爭裡面 講上一個由女性士兵組成的一個智戶秘密部隊 勸鬧妖精在北美戰場裡面的戰鬥 遊戲分為3集陸續推出 399元的標準版都包齊3集 玩完一集就要等一等 每一集有5話 再加上是同激戰任務2有連動 在單機遊戲代號妖精過版 激戰任務2裡面就會獲得新機體 反過來在激戰任務2達成一些條件 代號妖精裡面就會開啟一些新任務 遊戲中登場的3部新機體 黑色騎士、白色騎士 伊佛利特獵裝型 遲些還會有模型推出 各位激戰任務2的高手有沒有興趣玩這隻單機遊戲呢 藍精靈十分厲害 不知道藍精靈這套動畫大家又懂不懂 都是11月5日藍色小精靈邪惡業子大作戰 就在PS4、PS5、Xbox One、Xbox Series上面推出 PC版已經推出了 故事就說邪惡的巫師又想捉藍精靈 所以就解封在魔法書裡面的邪惡独業 這種植物不只對藍精靈是威脅 對森林也是一個大威脅 為了拯救森林和其他已經遇害的小精靈 所以我們就會背著一部小精靈淨化機踏上旅途 遊戲不只可以單人遊玩,還可以雙打 不過2Pay就只可以扮演那一部背著的小精靈淨化機 如果可以兩隻藍精靈一起行動就好了 提起Xbox的賽車遊戲一定會想起這個系列 Forza Horizon 5就會在11月9日Xbox Series、Xbox One和PC上推出 這次就帶大家去到墨西哥鏈車 這個系列出了名製作認真,親身去到墨西哥取材之餘 還跟當地藝術家合作,譬如創作一些壁畫 又找到一些當地音樂家作曲 可以一邊賽車一邊欣賞美麗的大自然風景之餘 就連天空都運用了12K HDR 器材 在墨西哥捕捉陽光數據超過400小時 玩家可以運用Event Lab 遊戲工具 自行制定比賽挑戰的項目 選擇不同的遊戲模式,甚至可以製作成章外賽都可以 車款方面今集就收錄了AMG Project One超跑等 幾百部授權的車輛等大家選擇 還有一個好消息就是Xbox Game Pass 也可以第一次玩到這遊戲 這一天還會退出Football Manager 2022 發售平台Xbox One、Xbox Series和PC 首先一定要說就是Xbox Game Pass Day 1就可以玩了 玩家可以在123個足球聯賽裡面建立自己球隊 收錄超過58萬名真實球員 不知道大家可否在當中發掘一些明日之星出來 今集新增的數據中心 可以深入分析90分鐘的比賽過程中 哪些方面都比較出色,哪些就有待改進 亦都改進了比賽動畫的引擎 無求呈現這個系列最迫爭的畫面 在3年前我就開了公園養了一堆恐龍 接下來又有得玩了 《珠落紀世界進化》2會在11月9日推出 發售平台PS4、PS5、Xbox One、Xbox Series和PC 玩過上集我覺得廠商可能想照顧一班喜歡恐龍 但又不是經常玩模擬遊戲的玩家 所以經營難度其實不高 可以讓大家輕鬆地培養恐龍 以及可以專心整個好處的公園 這個遊戲都頗特別 我們還可以駕駛一班車去照顧恐龍 譬如餵東西給牠吃,牠病了幫牠打針 甚至如果牠真的跑掉要打麻醉藥 可以選擇自己親手做或者電腦幫你做都可以 可以改變恐龍DNA,令牠跟長命或者根據攻擊性 說回第二集 故事發生在《珠落紀世界》逐集迷失國度之後 當然會有新建築物和新恐龍 宣傳片最尾還看到水生恐龍的蹤影 未玩過這個遊戲的朋友可以看我之前的影片 我還有心機做了一個超美的恐龍樂園 GTA 5 次世代版本就延期了 Walkstar 重製舊作給大家玩 GTA 3 部曲最終版 花修平台PS4、PS5、Xbox One、Xbox Series、Switch和PC 數位版11月11號推出 Xbox Game Pass這一天馬上可以玩到 實體版就12月7號 收錄了GTA 3、GTA Wild City 和GTA San Andreas 其實這三套經典作品如果大家想重溫 手機平台都可以買到 而今次這個三部曲最終版畫質就提升不少 當然就不及現時的次世代遊戲 如果真的未玩過這幾個作品都可以趁這個機會重溫一下 都是11月11日會有一隻跨媒體的作品 百萬噸級武裝 這個遊戲在2016年首次發表 等待了5年的時間終於都有作品推出 究竟它是怎樣跨媒體法呢 如果大家有留意動畫10月新版就會知道這套作品剛剛開始連載 漫畫就會刊登於少年Jump上面 跟Bandai會合作推出合金玩具 最後就是這隻在PS4和Switch上面推出的遊戲 故事背景就是地球因為外星勢力 德拉富塔入侵 而令到大部分的人都死亡 剩下下來的人為了生存就唯有躲在避難所生活 不過都有少數人類成為巨大機械人的駕駛員和外星生物戰鬥 遊戲玩法最多可以三個人一起網上合作 出擊之前可以自由組合身體、左右手和腳部這四個零件 去製作出自己的機體 那些零件在平時戰鬥的時候就有機會打到回來 除此之外招式都可以自行設置 看來戰鬥風格都頗自由 不過我想到的就是Bandai可以因為這樣出不少玩具 戰鬥玩法就是操控這些機械人進入地圖 去擊敗外星人最後還會有BOSS出現 就這樣看遊戲畫面好像都不錯 不知道各位機械人迷會不會有興趣呢 期待已久的真女神轉身5 就會在11月11日Switch平台上推出 計算正式續作來說是相隔了8年時間,非常漫長 這個系列的粉絲早前有沒有玩真女神轉身3的中文版呢 今次真女神轉身5的好消息就是 中文版是同一上市 今次遊戲就運用了Unreal Engine 4來開發 可以說系列來說讓大家最好的視覺享受 故事舞台同樣發生在東京 主角因為某種契機闖入了異世界 達色 和一個神秘男子融合了 成為禁忌之存在的主角 創比,參與神和惡魔之間的戰爭 遊戲一大賣點就是我們會遇上不同種類的惡魔 今次就收錄大約有200個 有很多經典惡魔之外當然有全身繪製的惡魔 各位真女神轉身粉絲到時又可以開創自己的道路,追尋真相 如果想支持我們可以去Envifing網站預購這款遊戲 今個月又入了一款戰爭遊戲 Battlefield 2042 11月19日推出 發售平台會有PS4、PS5、Xbox One、Xbox Series和PC 看遊戲名字都知道,背景設定就在近未來2042年 所以在遊戲中就會出現一些未見過的武器又或者是載具 留意這款遊戲是沒有主線故事模式 所以我跟大家說,它的故事背景是什麼都多餘 暫時已知的遊戲玩法有三種 首先就是全面戰爭 支援最多128個玩家連線一起對戰 和一個戰場上有這麼多人,對硬件的要求當然會比較高 只有PS5、Xbox Series和PC才可以處理到 舊世代主機只支援64人參戰 為了令玩家在開場的時候不用等太久的關係 就會有AI隊友機制 如果你發覺有些隊友零射差 又或者有些敵人站著任你射 那他應該都是AI 第二個模式叫做危險區域 暫時已知它屬於高風險 而且是團隊遊玩的玩法 不過和大家熟悉的大屠殺模式又是不同的 最後一個模式就是Battlefield Proto 簡單來說就是可以用到Battlefield 2042裡面的武器 進入舊作的地圖裡面玩這麼簡單 打算玩這個遊戲的朋友就留意你買的版本 因為新世代主機和舊世代主機的售價不同 如果你買了PS4或者Xbox One 就未必可以升級上去新世代主機 在新的Pokemon遊戲推出之前 又有一隻重製遊戲讓大家指一指學 Pokemon 星燦鑽石 明亮珍珠就會在11月19日Switch平台推出 本作就是重製2006年NDS上的遊戲 孤節發生在充滿神話的神奧地區 一切的開始都是源越主角在湖邊發現博士的手提包 從此踏上訓練家的旅程 遊戲中獲得的Pokemon Watch 就是大家冒險的好幫手 除了小精靈列表之外 還可以幫大家找寶物 小精靈也有特殊技能可以幫大家去不同的區域 這遊戲當年號稱第一款3D的Pokemon遊戲 收錄了493個小精靈 當然有厲害的管主等著大家去挑戰 不知道大家想不想在新遊戲推出之前重溫這款舊作品 11月25日Switch又有一隻炒冷飯合集 實放野球軍口袋版R 這個系列其實就是用原創角色 以投身的實放野球軍作為主角去打棒球的遊戲 合集中就收錄了以一、二代故事作為基礎的3個章片 分別就是極亞九高後片 莫古拉斯片和戰爭片 另外就很有誠意地加入了一個完全跟棒球沒有關係的合作駕駛戰車 去打到敵人的小遊戲這個生存模式 最多就支援四人合作又或者對戰 Switch上面Q版的棒球遊戲又沒有什麼 喜歡打棒球的朋友又介不介意吃這碟冷飯呢 最後介紹這款遊戲都很瘋狂 非常普通的錄 在Steam上終於完成搶先體驗 在11月25日正式推出 還會有PS4、Xbox One和Switch版本 你看看這錄,其實一點都不普通 我們可以操控這錄在城市周圍破壞 這錄還要有不同的形態 城市裡面有不同的敵人會攻擊我們 所以都要裝備一下 如果之前玩過搶先體驗版的話 現在正式版終於可以玩到V3後續的劇情 究竟這錄背負著什麼秘密呢 今個月跟大家介紹了16款遊戲 雖然就沒有上兩個月那麼熱鬧 但是當中都有些期待作品 我們已經選好了遊戲去玩 你們選好了嗎 終於我們每個月為大家介紹遊戲資訊 記得按讚和分享給朋友觀看支持我們 最重要訂閱我們GameplayHK YouTube Channel 我們下次遊戲資訊再見,謝謝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